集中檢疫場所工作指引 1月份和2月份有兩個版本 但內容大同小異 請問市長知不知道有這份公文 知道這份公文我知道 那麼裡面就有寫到了 必須要公告檢疫場所 所以請教市長 為什麼當時市長不拿出這份公文 出來答臉反對者 我當時想說 那個疫情還在 不想跟他口水戰 我是看過公文才講的 不想跟他口水戰 為了順時鐘 那但是呢 順時鐘或者講說 忍讓的結果是什麼呢 換來的是持續卡住台北市 就比如 有人批評口罩販賣機 沒放在捷運市場或商圈 結果發現 是因為中央法規的限制 另外也因為了眾所皆知的原因 紓困的coupon券 可以給LiPay一卡通 台灣Pay接口 但偏偏不給悠遊付 甚至大部分的紓困及防疫 都越過了北市各局 請問市長 這是不是因為眾所皆知的原因 好 對了 好 謝謝 市長如此坦誠 所以儘管一開始 我們不希望口水戰 但是正確的事情還是要做 所以最後建議市長 不論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海北市應該要堅持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該向中央爭取的極點訴求 跟極點意見就要爭取 該秀公文 秀公文 最後誰認真做事 誰在卡台北市 全民看得清 市長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